第1531集 扯虎皮,坐大旗 楚阳扶起双手,气度雍容,轻描淡写地说道 君上可好吗? 楚阳乃是何等玲珑心肠 那真是见到头就知道尾 稍微的察言观色就能完全推测大概的人 天鹊使者是哈巴狗吗?显然不是 而眼前这几个哈巴狗是天鹊使者吗?绝对是 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忌惮呢?楚阳用屁股想都能猜得出来 此事与雪泪寒绝对有关系 雪泪寒是谁?东黄啊! 有这样的好机会,楚阳焉能够不扯虎皮坐大旗 好好地狐假虎为一番 那十四名接引使者听闻整齐地在空中打了个哆嗦 果然是这小子,这要不来了吗? 那为首的心中还在盘算 不一听到君上这两个字就下意识地立正 昂首挺胸道 托福君上安康 神态语气更加尊敬起来 啊,楚阳点点头 敢问天鹊地界共有几个区域啊 为首的接引使者道 共计十个地盘 不过最边缘的一个现在已经被屏蔽 只剩下了九个 楚阳背着手夺了两步 妈的,那紫霄天还没光复吗? 十四位接引使者整齐地打了个哆嗦 我靠,难道这位居然还是当年的愤青? 这口气大的啊 这口气恶劣的 这其中的不满 那简直就是 是,天魔猖獗 不过现在紫霄天战事不断 九重天却仍然平稳 具体事宜 我等地位卑下 实在不知啊 为首的接引使者 已经有一些点头哈腰的味道 头上也隐隐的 似乎要出汗的样子 恶地娘哎 这任务居然会遇见这么一位活祖宗啊 罢了 楚阳转了个圈子 紫霄天的事儿等我上去再说吧 上方的十四人整齐地哆嗦一下 谁能告诉我们这位究竟是什么人呢 楚阳拉长了腔调 那个什么 我们这次共有十四个人 敢问这九个地盘 要如何划分呢 即便不能都聚在一处 总有几个人能凑到一个区域吧 风月等人 见到楚阳居然跟天鹊接引使者如此说话 一个个都是惊得呆了 接引使者失态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楚阳能够与之侃侃而谈 平等对话 这却是艺术啊 不 两人之间的对话貌似还是楚阳在主导 而且楚阳神态居傲 简直就是在询问下属一般 而偏偏对方也是问一答十 恭敬回话十分的配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今天本来是要见神的 怎么现在好像撞见鬼了呢 那接引使者皱起眉头 都是很难突破限制 会合到一起的 哦 是这样 那位接引使者脸上马上就冒出汗来 这不但是天鹊的规矩 还是军上之前特意嘱咐的 在下实在不敢违背 还请您大人大量 见谅则个莫要责怪啊 风月等人看到这一幕 继续的目瞪口呆 如果没有眼眶挡着 那眼睛绝对会嘟的一声射出去的 实在太震撼了 那接引使者的态度 貌似也太夸张了吧 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 怎么到了他这儿 就变成楚阳要大量不介意 才能成事了 这貌似太诡异点了吧 楚阳淡淡的点了点头 既然有归在先嘛 那也无妨 我另有一个请求 请使者行个方便 可否啊 这拉着长枪 根本不像是请求 倒像是命令了 天空中 那十四位接引使者 同时感觉到蛋疼起来 他娘的 今天这叫什么事啊 真他娘的想抽 抽自己了 眼前这人 打死也不敢动的 以往自己兄弟等人 接引人破碎上天阙 那是何等的威风霸气 被接引的对象 哪一个不是万分的恭敬啊 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容得你讨价还价嘛 怎么轮到这回了 何共十四个人一起出洞 却遇到这么一块货呀 居然还跟我们这些天阙使者聊起天来 不仅聊天 而且还趾高气扬的 不仅趾高气扬 还敢提要求 要求行方便 这直接就是下命令啊 哎 可是 咱哥几个还真就不敢不行这个方便 要是换个人 恐怕直接就是一句 行个屁的方便 兜头盖脸就过去揍上一顿 可眼前这位 谁敢啊 啊 人家刚才可是先问了一句 君上可好 这句话早就表明了 人家上面有人啊 而且这人 还是绝顶级别的大人物 眼前这要求行方便 这分明就是 红果果的威胁嘛 只是 今天真是倒霉催的 怎么就轮到咱们值班呢 这方便要是给了 违背了天条律令 那可怎么办呢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ZXP8.com 不知是什么请求啊 我们只是一些个街银小利 并无多少权限 怕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为首的接引使者压住了脾气 赶紧说明白 咱们一干人啊 官小奸宅 没什么能力达成您的要求 啊 请使者放心 绝对不会让使者大人为难 我们这些个大男人嘛 各散东西自然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 我们这一行中 却还有几位女子 都是我们兄弟的妻子 这个让夫妻分离两地 总有些说不过去的吧 我可是听说了 九重天雀之上 色狼极多 我们实在是不大放心 他们独行啊 大家都是男人 你们懂的吧 啊 所以吗 楚阳抛过去一个 大家都是男人 心领神会的眼神 上空的14个人 很是整齐的咳嗽起来 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 什么 九重天雀之上 色狼很多 居然还是听说 敢问 您听谁说的 你从哪听说的 再说了 看你们一个个的 分明就是最标准 还是最正统的色狼模样 就连破碎虚空都带着老婆一起进行 谁比谁更色狼一些啊 最最没资格说人家色狼的 就是为首那小子 你压得刚才还收起了五六个天资国色的大美人呢 当我们都是瞎子没看着啊 简直是无耻之油 一时间 十四个人同时有一种感觉生起来 恐怕这小子上去之后啊 色狼界再添奇葩 更坚上头有人 这九重天雀 只怕是不会再平静了 总之一句话 这丫头绝对是个祸害 大祸害 我的要求呢 就是能跟我老婆在同一片地盘中 反正肯定有人同一地盘 使者行个方便 在下自感大德的 楚洋指着墨青舞 然后指指点点 还有我的兄弟董无伤跟他的老婆 也请不要分开了 对了 还有我妹妹 最好也能跟我在一个地盘 如果三个人在一起不好弄呢 那就让他跟他师父在一起也行 相信这对使者而言 不过举手之劳 也没有坏了规矩吧 说着又指了指武绝成 楚洋最初的打算是坚决要求楚乐儿跟自己在一起 但是一想起来自己超级互独子的弱点 恐怕楚乐儿跟自己在一起真的没有多少历练机会 退而求其次 让乐儿跟武绝成在一起的话 武绝成虽然也会对乐儿呵护备制 但是他却能够放手让乐儿出去历练 单论这一点 还真正的要胜过楚洋 另外 楚洋还是存了点小心眼的 武绝成此番上去 肯定会想尽办法打听他那些兄弟的下落 只要打听到那些兄弟的任何一点消息 没准就会按纳不住 只要一联系上 那么 妹妹跟着他也就相对的安全了 远远比跟着自己安全得多呀 这就是楚洋的全盘的如意算盘 上方的十四个人彼此间似乎商量一下 最终 为首的接引使者点了点头 这个应该没问题 就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 稍稍为阁下开下方便之门吧 但是我等也只能做到这点了 多谢多谢 楚洋眯起眼睛笑了 如此就足够了 以后绝不忘记诸位大哥照顾之恩 众人分明看到上空那十四个人 都是微微笑了一下 等他就是你这句话 所谓漫天要价 落地还钱 我们要是不先把话说死 没准眼前这个不要面皮的小子 还会提出多少方便呢 这可供进入的区域呀 一共有九个 你们呢除去这三位女子之外 还有十一个人 为首的接引使者说道 既然开了这方便之门啊 就索性多给你们一些方便吧 你们自行决定 还有谁希望是 楚洋还没说话 墨天机已经举起手来 我 众人恶然相望 刚才墨天机没有开口说话 争着去陪楚乐儿 已经大出人的意料之外 如今第一个跳出来选区域 更是出众人意料之外 今天怎么净出稀罕事呢 我也不是很挑战了 我非常不放心我妹妹 如果能够跟我妹妹在一个区域 自然是最好的 当然 如果让使者为难的话 我也可以选择 跟五前辈一个区域 我是很愿意聆听 他老人家教诲的 这两边 随便哪边都行 墨天机一派从容 正气凛然 大条道理在握的说道 楚洋嘴角一抽 这货 狼子野心招然若揭呀 偏偏大条道理 朗朗上口 你说你堂堂九节智囊 居然把那些鬼心眼 都动到这上面了 实在是令人吃冷 我是去哪个区域都行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 坚决要跟他们分开 老子要独挡一面 吉莫大声叫着 罗克迪不甘示弱 老子也是 老子也要独挡一面 描不通 一挺胸膛 还有老子 奥邪云等人 也纷纷要求 一时间 十来个人 对着天上的 十四个接引使者 张口老子 闭口老子 这场面 一时间 顿时有些混乱 一边的风月夫妻 早已经看得连下巴 都掉下来了 上方的十四位接引使者 同时皱起眉头 妈的 你们这个小家伙 跟谁成老子呢 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东西 楚阳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多谢使者帮手斡旋 至于我们剩下的人 就随机吧 放哪里就放哪里 无所谓的 如此也好 为首的接引使者说道 不过有一点 我要提醒你们 上去之后 这后续的道路 就只能凭着你们 自己走下去了 生死胜败 各安天命 千万不要妄想 奢求什么额外照顾了 我等可是出不得 接引天地的 第1531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